我就給他哥新的地獄 先鑽燈 喂喂 先鑽燭 有賣戶 先鑽燭 先鑽燭 就是故意撞的 他跟我們走 你不不撞 你不走 好啊 我照顧 我要給你抓 我要給你關 我就給他哥新的地獄 先鑽燭 喂喂 先鑽燭 有賣戶 先鑽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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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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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故意撞的 他把我抓 你不不撞 你不撞 好啊 你先鑽燭 我要給你抓 我要給你關 好啊 你先鑽燭 要不要忘記 大馬路上的狀況 兩輛機車根本沒撞上 而要進警局 是因為雙方情緒都太激動 在新北市淡水 當時這兩輛機車 在會車的時候 差點發生差狀 因為騎士就不滿 就罵是對方的錯 另外一人不滿自己被罵呢 就拿著這個安全帽 對對方來砸頭猛攻擊 雙方這麼一度扭打在地上 雙雙進了警局 跟交通無關 分別是因為 互告傷害名譽 以及傷害護殼 依設違法遭到崇拜 兩名男子扭打成一團 雙雙倒地躺馬路 只見頭戴安全帽的男子不罷休 起身後還想繼續打 西瓜皮安全帽變武器 動手K下去 完全不怕有監視器 一旁診所的白衣員工 根本拉不住雙方 只能趕快報警 看到警方更激動 忙著要解釋糾紛原因 事發在一號下午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上 原來陽性騎士和一名 十九歲騎士 差點擦撞 聽路邊理論 他不滿被罵 直接騎車衝撞 結果自己還摔車 兩人爆發肢體衝突 被K的騎士頭部紅腫 四肢擦挫傷 動手的騎士同樣身體 也有多處挫傷 雙雙互告傷害 妨害名譽 警方以社違法送辦 不甘受辱 憤而騎機車追撞對方 進而引發肢體衝突 行車糾紛爆出火氣 再窄向追撞又互毆 下場雙雙受傷 進警局得不償失 3天新聞顧遠松林玉君 新北參謀報導